大家好我是百神WiGuard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robux被我 逐漸下滑了 那robux被我下滑 其實很多人拍了 但是因為我要挑戰 日更所以我只能這樣 隨影片啊沒有我的意思是 我只能這樣拍片然後 拍比較短的影片 那我來解說一下 被我為什麼下滑 首先被我下滑的原因 非常明顯就是 已經玩很久了就很容易膩 就算那個遊戲做得多好 還是容易膩啊 像造成薰寶 也是有些人玩膩了 跳去玩Bad War 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Bad War玩膩了 跳去玩Bad Flux 也不是很正常嗎 Bad War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玩膩了 去玩其他遊戲 然後有些遊戲是 一直紅下去 但是之後一定會爛掉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原因 再來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的robux 它設計的 有一個超爛的點 就是基本上你每次更新 都有新的角色 可以增加遊戲性對不對 可是每個角色都要花錢買 這個就是最討厭的點 但是賽季角有些免費嘛 對不對 可是賽季角免費的也才那幾個而已 所以如果沒有辦其他活動的話 那它可能 一季就只能 拿到三個角色 然後 四三十二 一年只能玩十二個角色 你覺得合適嗎 所以 白沃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接下來是 白沃下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的白沃呢 實在是 太無聊了 雖然很多人都會講 白沃的角色可以增加遊戲性 但是呢 有些人不會覺得 因為白沃遊戲性 其實算高的 但是 就是很奇怪 你會感覺玩不下去的感覺 你繼續玩白沃的話 你就會感覺其他遊戲 感覺比較好玩 你去玩其他遊戲 才會感受到什麼叫做 沒有膩的感覺 所以 這就是白沃 被 世界遺忘的原因 那如果喜歡這類的新影片的話 別問按讚訂閱加分享這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See ya